就这个内蒙古的黄标牛排 我老公这个月呀 已经是买的第三次了 看看 还没出锅就吃上了 它这个啊 肉连着筋 它的味道呢 是奶香奶香的 和我平时买的呀 真不一样 你看这肉老厚实了 这两包是内蒙古的韭菜花 每次买都会有 重点来了啊 这一包也忒沉了 足足有五斤重 它是产自内蒙古西林郭勒蒙的黄标牛排 简易简验合格症都有 它里面的每一块 都是带肥带树的黄标牛肋条 做法呢有很多种 但是最简单地道的 就是清炖了 咱们给它简单冲洗一下 然后直接冷水下锅 来点大块的姜片和葱段 盖盖先用大火煮开 然后转中火 炖上一个小时 咱们中间 记得加盐简单调个味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 最后再来上一把枸杞和香菜就可以了 这时候呀 已经是满目飘香了 这牛排炖的烂的糊的 再蘸点韭菜花或者辣椒酱 真是太香了 最后呀 再来上一碗牛肉汤溜溜分 真不愧是内蒙古的黄边牛排 就这汤都老鲜了